一曲舞蹈把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牵在了一起 一个是初来乍到 还在靠每天打四份工为生的广东小妹 一个是十年六十五岁 出身香港名门望族 掌握澳门博彩业命脉的传奇大亨 两人有近四十岁的年龄差 更为复杂的是 当时的何鸿燊已经有三位太太 1942年何鸿燊迎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被誉为澳门第一美女的李婉华 两人结婚十多年后 李婉华却因病常年卧床不起 当时的澳门还在延续大清律历 男子可以娶多位太太 何鸿燊在1957年将蓝琼英娶进门 成为第二任太太 1985年何鸿燊的贴身护工陈婉珍 正式成为了赌王三太 1986年何鸿燊在舞会上 与梁安琪邂逅 三年后他作为四太的身份尘埃落定 从那以后 在每年的澳门回归庆典上 常常能看到两人起舞的身影 而如今已经96岁的何鸿燊 出入都需要依靠轮椅 一起跳舞 变成了梁安琪心里经常怀念的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